記不記得裡面有個歌詞很特別? 不是歌詞,是歌詞來的 而且以前我們很喜歡經常說的 因為去旅行,我們就想起去 不如不必參加這個旅行社 這個旅行社已經結束了,大家知道 今年年頭還是去年,不記得了 總之就是結束了,突然結束了 三十多年前很威風的 兩個明星,退休明星開了這間 那間叫關鍵 那名星叫關鍵 為什麼它特別令我們很喜歡呢? 因為它說了一件事,去旅行很開心 你知道它說什麼嗎? 吃得什麼? 照直 住得怎麼樣? 舒適 一聽的時候 就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東西 然後下一個二零零幾年 就找一個很肥的,谷德超 為什麼我會記得回去呢? 因為那一陣子 上兩個星期我們看的主日學 就看了一套卡通片 很開心的 很開心的 它叫華里 可能大家沒有上主學 我們有上過的就很開心的 記得回去主日學 很多正東西在裡面 我們看的時候 它說那些人退化 人類退化,機械人越來越厲害 人類就一直退化 退化到怎樣? 那些人每個人都會 鼓得超 再加深一點 腳又短一點 肚腩再大一點 坐著也是這樣看東西 其實呢 我們夢寐以求的生活 其實呢 在那套華里裡 那些人都做了 哇! 那些人很開心 其實呢 後來發覺當然不是開心 原來是這樣的 是假的 只是一個體字 有什麼用 原來我們人生 我們一直在想 可能我們都在想 我們年輕的時候很想什麼? 吃得超職 住得舒適 哇! 很想的嘛 拼了就去做 好了 到了我們一群人很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移民到加拿大 移民到加拿大 移民到多倫多 我們怎樣? 吃得 雖然未必是超職的 但是也挺好的 在多倫多下 吃得不是很差的 住得呢? 舒適的 我們應該是這樣的 不過 可能想想 還是差點東西 吃得超職 住得已經舒適了 為什麼還是差點呢? 是不是我還沒上過旅行呢? 是不是我還沒去過什麼旅行呢? 我經常差點的 我們又去吧 去完之後 聽到人們說 又是這麼吃又是這麼玩 又是這麼做的 他還是差點東西 人還是不行的 是不是真的開心呢? 是不是真的快樂 經常都不行? 我們一起進入這段經文裡 看看 這一個人 本來耶穌說的一篇道 有沒有一萬人呢? 就不知道 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 就說中文聖經翻譯的時候 有一萬人 一萬人 但是 如果聖經來說 其他版本就說 數以千計的人 那可能就是一萬人 大約 很多人一起聚集 聽著耶穌講道 耶穌講了很多法利創人的問題 以及講到聖靈 講到聖靈 如果大家留意 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十三節 之前就講到聖靈 一講到這裡的時候 本來還有一個教導 誰知道 我一起讀 第十三節 好嗎? 讀一讀第十三節 發生什麼事? 一起讀 走出來 他跟耶穌講什麼? 幫我分家產 哇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反應 如果大家在當時有什麼反應呢? 是不是那個人有些問題? 可能我讀讀 我們感覺不到 你想想 當我每一萬人都有幾千 八九千 八九千人面前 耶穌在講道 你怎樣? 那個人怎樣? 說多一句 他就走出來跟耶穌講 舉手 甚至走出去 耶穌 你幫我一件事 幫我什麼? 就是幫我和我 兄長分家產 哇 幾千人面前在講這些 其實你不要說現在真家產 只是現在才發生的 香港 其實不是的 在古代都是這樣的 不怕被人笑 不理會的 爭產 其實在古代都是這樣的 一樣的 沒有分別的 以前的人都是這樣爭 爭爭爭的 都是這樣爭的 是嗎? 一樣的 現在當然是 看報紙、看電影 說很多話 上了法庭 打來打去 原來以前都是這樣的 分家產 但是耶穌基督 剛剛從八、九千人在講道的時候 突然間走過來叫分家產 哇 你是耶穌 你會怎樣? 真是火都來了 我叫人家 叫人家 留意神的角度 我叫人家 做一個好人 那你就走過來跟我說很多什麼? 分家產 哇 你如果是耶穌基督 真是採他也有 採他也很傻 是嗎? 請這位朋友 我先講道理 慢慢再談 我遲些 在山會後我們再談 最多是這樣的 是嗎? 很有禮貌 這些傳道人 哇 這麼有名的傳道人 你打斷我 說病形之後 就叫我分家產 是不是真的火都來了 但是你看見我們的神是怎樣? 他生氣不是生氣你打斷我 他生氣什麼? 他說你這個人太過貪心 他為人擔憂 你看見我們的神是怎樣的神 你看看聖經的時候 你看看耶穌是一個怎樣的神 人打斷祂說病 人侮辱祂 他仍然怎樣? 為人擔憂 耶穌基督從來不是想自己 我能夠拿多少個榮耀 我能夠拿多少個東西 他每一次來到神 去到人的面前 很想人們明白真度 希望人能夠得著一些東西 哇 耶穌被人這樣擲完之後 他沒有發脾氣不得已 他還講下一篇很重要的信息 將自己原本要講的東西 突然一下轉 轉了講人的生命的價值 本來是在講別的東西 你看見神是怎樣? 神愛世人 所以聖經不是亂說 聖經說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赤及貪門 叫一切信打的 不自滅無 反得永生 耶穌基督的愛就是這樣 當人打斷祂說病 笑祂怎樣也好 他仍然是關心個人 我們看看耶穌如何回答他 我們看看十四、十五節說什麼 我們一起讀吧 耶穌說 你這個人 誰立我作你們段時的觀呢? 給你們分家業呢? 於是對眾人說 你們要謹慎自首 免去一切貪心 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 家道豐富 耶穌說了很重要的信息 這個人在想什麼? 怎樣多取錢? 耶穌就平了他 說他貪心 這個人肯定是貪的 他跟他的兄弟分財不云 分家產不云 他想多取錢 耶穌知道他貪 耶穌說他貪 要免去一切貪心 所以叫我們 但是這個人在想什麼? 這個人可能一輩子都在想一件事 我自己也可能是這樣的 以前 我很希望什麼? 吃得什麼? 照直 住得什麼? 舒適嘛 我在想這些 他在聽道 他在想這些 我怎麼能夠吃得朝夕 住得舒適呢? 分多些家產我就可以了 但是耶穌就說 不是的 一個人的快樂、豐盛生命 不是這些 不是家道豐富 你就行了 好 我們一起看看 耶穌如何去說一個人 應該是怎樣可以真正的快樂 耶穌想我們快樂的 耶穌不是想我們 每個人都憂憂愁愁 過生活的 他也想我們快樂 不過他告訴你 什麼才是真正的快樂 什麼才是你現在的感覺 吃得朝夕、住得舒適 都好像還差點東西 他現在就告訴你 什麼才是重要 什麼才是令到你進入真正的富足 真正的開心裡 我們看看下一章 我們如果看到第十六節 他就說了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他在十六到二十節 就說了一個無知的才主 這個比喻 他用一個比喻跟我們說 什麼是令到一個人真真正正 是可以拿到封城的生命 他說到這個才主是怎樣 我們一起讀十六和十七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就用比喻對他們說 有一個才主田產豐盛 自己心裡思想說 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 怎麼辦呢 他就說有一個才主很有錢 發達吧 有錢 有錢到不得而不得而不得之 他的田產豐盛到的地步是怎樣 年年都多了 今年還多到怎樣 我們便很開心 耶穌基督去到這裏 沒有說去耕田、去賺食、去做什麼 是無知的 其實耶穌神從來沒有說 喂 大家不用賺食了 大家不用什麼了 坐在這裏就可以了 不是啊 耶穌基督從來沒有一個人說 你田產豐盛、你富有 你是一個罪來的 從來沒有這麼說過 不過 他會說 這件事要很小心處理 我們看看這個才主 為什麼他無知 他不是因為有很多錢 沒有地方收藏是無知的 我們看看第十八節 一起讀 又說 我要這麼辦 我要把我的倉庫拆了 蓋這麼大的 在那裏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 啊 賺錢沒問題 賺完錢 他還在想什麼 古代沒有什麼金融機構 唯有把東西收到 放在一起 買黃金放在倉庫裡 放在糧食 放在倉庫裡 以前 你如果看古代 他會問你幾個米 以前我試過一次做一個探訪 去新界 那些人填 四十年 三十幾四十年前 還有填的 在香港 即是元朗那頭 問了蔡田 那些人說 我的田很小 怎麼小 我們要做一個地理的探討 要知道 什麼叫小 什麼叫大 他們說 哦 我們的田不大 很小 是不是種菜 不是種菜 我們也種米 那時候香港還有人種米 七零年代也有人種米 他們說 我們田多大 七斗米可以種到 多少斗米 咦 原來以前的田不是說 多大 我們當然說 多大 多少尺 他們不是的 他們的觀念是這樣的 那塊田能夠出產多少米 那塊田有多少價值 他們用你出產多少 即是中國人 你的塊田能夠出產多少米 就是代表你的價值 當然啦 你這塊田 我們叫什麼 瘦田 即是很瘦、很瘦、瘦、弱的田 然後說你的那塊田是什麼 肥肉、肥田 你這塊田是瘦田 大到飛起都沒有用的 沒有收成 即是沒有用 如果你是糧田 你這塊田不是很大 但是收成很多 那就很值錢 是不是 古代人是這麼想的 原來我們的財富是 看回我們能夠有多少糧食 看回多少東西 那賢家我們是怎樣 當然不是啦 現在收了工資 多了錢 你會怎樣 喂 買投資 開個TFSA 搞個什麼RSP 什麼都好 你一定會投資的 再投資 希望可以賺取更多的錢 他其實也在做一件事 你看這個財主 他在做一件事 其實投資 投資 搞財富 搞退休生活 是否是罪 是否無知 不是 耶穌沒有說他無知 大家留意 他沒有說他無知 是嗎 那他究竟無知是什麼 我一起看到第十九節和二十節 一起讀 然後我要對我的靈魂說 靈魂啊 你有許多財物積存 可作多年的費用 只管安安日日吃下飯吧 神卻對他說 無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靈魂 你所預備的 要歸誰呢 哇 這兩節聖經就講到他的無知 是嗎 他無知在哪裡 在十九節 他說呢 靈魂啊靈魂啊 怎樣啊 哇 我現在有這麼多錢啊 有很多東西吃了 吃一輩子 你用一輩子 吃一輩子都吃不完 玩啊 玩一輩子 都行啊 快樂啦 現在 人的 這個才主的價值觀在哪裡啊 他認為人生呢 其實我自己也曾經試過 我好想什麼 吃 喝 玩 樂 吃 喝 玩 樂 吃 喝 玩 樂嘛 當然是開心啦 那四樣東西 其實這個才主也是在想一件事 他存那麼多錢 為了什麼 吃 喝 玩 樂 他認為這樣的人生就會開心 他的價值觀就是我自己一生可以吃喝玩樂 不用擔憂 這樣就沒事了 這個就是他的價值觀 這個價值觀出了很大的問題 神就告訴你 這個就是你的無知 無知在哪裡啊 他說 我們再讀吧 第二十節再讀一次吧 神卻對他說 無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靈魂 你所預備的 要歸誰呢 哇 我們準備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東西 大屋 靈車 大把錢 放在銀行 碰了 嘩 只管吃喝快樂 一生 沒事的了 要不怕啊 就是這樣 對 如果你真的能夠有一世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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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無限長的命 當然是說得對 不過神告訴你 你很無知 因為你今天有命 明天有沒有命 你都不知道 今晚你就會怎樣 沒有命 你預備的東西是什麼 什麼都沒有 我們這個無知 這個財主的無知在哪裡 他無知在他自己 不知道生命的價值在哪裡 也不知道自己要拿些什麼 他以為拿那些有用啊 沒有用啊 神告訴你 你存了那麼多東西做什麼啊 你可以滿足嗎 你不知道明天要發生什麼事啊 你今天有 我今天吃雞腿 蒲菲 什麼都吃得了 喂 喂 我告訴你 你問我 我年輕的時候真的很喜歡吃蒲菲 很想吃蒲菲 不是很想吃蒲菲 沒什麼錢 但是 到現在 整天請你吃蒲菲 我告訴你 如果有朋友想請我吃蒲菲 其實我的內心第一個是什麼呢 它的反應是 不好吧 吃不下 不是開玩笑的 我兒子說 吃蒲菲 他們很喜歡吃蒲菲 但是我就想 喂 我吃一碟 起兩碟就 紙的了 天天給你幾隻雞給你吃 你猜行不行嗎 不行啊 我在阿根廷吃蒲菲 不過 放在我面前 我不敢吃 吃也不敢吃 我老婆很害怕 是不是 這麼多東西吃 你不怕啊 吃肥你吃 說真的 放在我面前 吃來吃的人 阿李傳道 為什麼你經常吃菜 還是吃原來的幾味 小夜 吃了這些肉 為什麼不是燒夠大牛肉 你吃 啊 我吃不太行 肚子不行 到你真的以為吃喝快樂 的時候 誰知道原來發覺 吃東西不太行 大把錢又怎樣 吃不下 大哥 不要說我今天沒命 直接現在有命 都吃不下 我以為我可以吃很多東西 我們年輕的時候 拼命地賺錢 但後來發覺不行 原來我的人生價值 不可以這樣看 原來吃喝玩樂 都不開心 甚至說 你今天準備這麼多東西 明天沒了 那你的人生是什麼 你以為你的東西 留給誰 我留給兒子 好 留給兒子 對 留給他們 不過 你又忘記了耶穌基督之前 那個 和那個人說什麼 跑來打斷耶穌說病 打斷別人去講道 搞什麼 兩兄弟什麼 睡家產真產 留下都可以 留下你又可能有另一個問題 你的家人可能永無寧日 我們看電視看得多 看新聞看得多 握手 神就問你 今天你留下的東西給誰 真的行嗎 可能不行 神就問他 你行不行啊 你想清楚 你一生人 是不是真的這樣 吃喝玩樂 就滿足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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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誠說了一個很可愛的說話 早前三個星期前 大約兩個星期前 脫歐之前說的 他說 我現在贊成政府 可以徵收多少少的利得稅 香港 他說 因為他想解決什麼問題 青年人和老虐無辜的人的問題 他特別提到青年人 他說 多抽些稅就可以幫他們 因為他說 香港現在從來未見過這麼慘 咦 香港慘 不是嗎 我在想 喂 高樓大廈 樣樣有 吃東西又厲害 什麼都有 我弟弟那時候 喂 大哥 吃碗雲吞麵很奢侈的 我弟弟那時候 等多久才有碗雲吞麵吃 真的不是說話嗎 他說現在香港是前所未有這麼慘 慘什麼 他說年青人很慘 他感受年青人沒有希望 我們政府要幫他 他要幫他 你看到 最有錢 香港最有錢的人 他說 吃喝玩樂 滿足不到你 他知道 他知道 年青人你給飽飯吃 給最漂亮的iPod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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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hone 過幾年 他又覺得 哇 爸爸你拿著這部是什麼 來的 進了博物館的東西出來 iPhone 6 你不是吧 我們現在用了iPhone 9 慢慢的手都不知去到哪裡了 嘩 他們發覺 物質根本是 不滿足到他們 其實人很有趣 人最後很想自己有什麼 我人生是什麼來的 我什麼價值 我希望是什麼 到你能夠吃喝玩樂的時候 你又會想 喂 我是什麼來的 差點東西 所以李嘉誠說 要給年青人有希望 希望才重要 他很老 差不多八十 應該八十九歲 他說我和我爸爸童年 李嘉誠說 他現在應該八八八十九了 李嘉誠 他現在想到一些東西出來 挺有意思 這個人想一些東西 不過他想漏了一件事 誰能給人真正的富足和快樂呢 我們看看下一章 按一下 我們怎樣能夠 大脫無知 不像這個才主 真正有希望 有富足呢 其實是神有講到的 我們一起讀 第二十一節 好嗎 一起念 凡為自己 積財 在神面前 卻不負責 也是這樣 原來神說真正的富足在哪裡 在神面前 我們以為我們今天有一間大屋 我們以為我們拿到很多錢 不用再擔憂 可以住得舒適 吃得又招職 我以為是搞定 其實不是 他說 如果你在神面前 不富足 你就像這個才主一樣 一樣是欠一些東西 經常都是不開心 那 什麼叫做在神面前 在神面前富足 最少有三件事大家可以做 最少 一個人可以做三件事 這三件事最少 你一定可以感受到富足 在神面前 在神面前 第一件事是 追求神的國和意 其實這件事都在 後面的經文裡說的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 第三十一節裡說 我們要求祂的什麼 祂的國和意 馬提風都說的 這裏就有個國 這些東西 即是以上的那些 那個財主那些東西 以上的東西都要什麼 加級來 很有趣 神教導我們 富足是怎樣 不是專注在那些東西 是專注在哪裏 他的國和意 那裏 一個人富足 在神面前富足 就不是拿那些東西 為富足 他說 你的富足在神的國 和你追求神的國 你的義的時候 你就會富足 你就不會窮佛 你在神面前是有意思的 一個人的生命的價值在哪裏 不是吃到飽 吃到飽 以後就吃到肉 害怕 吃一吃就olis 以後 不知能否再吃了 給你都不敢吃了 不是這樣的 然後答 準備了 準備了 準備回到哪裏 不是這樣的 我們人生是這樣的 就麻煩了 慘了 聖經說 我們要求祂的國和意 當你求神的國度 與他意的時候 你一定 可以感受到神的富足 其他東西 神也會給你的 你不用担心 那些是小事 你以为是吃、玩、住的 很简单的事 不算得了什么 他反而说你要专注、要小心 你要求神的国和义 谁是神的国? 在路加方说 神的国在我们哪里? 在我们心中 或者原文在我们中间 在我们心中 原来神的国就在我们那里了 你要追求的就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 我们会一起在神的国里 而罗马书就说 什么是义呢? 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义 当我们一直追求神 认识主 一直在神面前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一定是有意义的 大家试试听听主又学 我觉得很有意思 看电影 又想到别的事情 以前没有想过 当我们去追求神的国度 和义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就可以不断摆脱这些无知 那些不算得了 其实那个财主用了一生人 去越来越搞到自己周身伪 他根本不明白 不明白 神叫我们得到他的国和义 这个才重要 我们再看下一章 第二件事我们要做的 在神面前可以付诸的就是 我们要充足自我 外宗事奉 什么充足自我 如果大家有留意路加福音 十二章 十八节 甚至十七节 去到十七节的时候 那两节圣经 一直在说 财主在做什么 哦 我有很多东西 我有什么 我要准备什么 我要准备 他在那两节的圣经里面 中文圣经说了五次的我 英文圣经说了八次的我 原来这个人是做什么 整世人只想谁 我 我要开心 我要很多次 我 我 我 一直我下去 其实这些人很惨 在神面前说 哎呀你真是不附足 你根本不会附足 你根本是越来越觉得自己很窮佛 他说是吗 有没有可能啊 李传道 德传道 是不是有问题啊 大把钱都要想 喂 我们中国人常说什么 人不为己 什么 天诛地灭的嘛 你不是说话吗 你不是有问题啊 喂 不想自己 还想隔壁那个人 不通 不是啊 神的觉就告诉你 你想隔壁那个 你帮他 有爱心的时候 你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富足 越来越有生命的价值 蛤 不是吗 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 看看神怎么说 你可以真正有财宝 好吗 我们读一读这段圣经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修制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前浪 用不中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财不能勤 从不能住的地方 他说 你要积财宝在天 一个人在神面前 富足的人 就是积财宝在天 什么积财宝在天 什么积财宝在天 就是你周制人 帮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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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人的时候 你就积财宝在天 蛤? 真的吗? 没有什么可能 你想想 当你能够帮助人的时候 关心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什么? 开心 真正的价值 大家想想自己年轻的时候 或者想想自己一生的时候 你觉得最满足的时间是什么呢? 可能 有人去很开心很满足就是 我有一天 我回到家 看见妈妈 煮了一些我很喜欢吃的东西 放在桌上 很满足 可能妈妈煮的东西 可能十多二十元而已 煎鱼 做一条菜给你吃 但是你吃上去 你看见妈妈煮的东西 你觉得怎么样? 很开心 可能到现在你还记得那一餐饭的味道 可能别人请过你喝酒 狗大鬼 蛤? 你请过吃狗大鬼吗? 吃鸡 吃什么? 天狗翅? 我都忘记了 但是你妈妈煮的那一单 简单的餐 煮给你吃 你会记住 那个味道还在 或者 你年轻的时候 不是很富有 或者跟你男朋友 跟你老公 没钱 外面出去 去哪里? 逛逛一行 可逛逛逛逛逛 香港要逛逛逛逛公园 牵住女朋友 牵住女朋友 牵住裴者的手 着走逛逛逛astes 然后买类的 不是 intelig,大餐厅 那时候是什么 可能是很热 买杯雪糕 大家一起吃 zyć von面 去看海 你好靚 其实海和平时 本joy 跟你帮你去全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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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称 value 不过你拖着你男朋友、女朋友、老婆的时候 你觉得怎么样 特别漂亮 特别舒服 你吃那杯雪糕 你觉得越来越好甜 很开心 喂 雪糕了 几元一杯而已 但是你觉得满足 你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因为你有什么 有一个爱你的人在旁边 是吗 或者你来到加拿大 可能你会去到一个河边 海边 有子女 你很简单 你就带了奴 煎个汉堡扒 BBQ在中央 妈妈煎BBQ 老公就陪儿子在海滩操作 甚至在把没山上祭 父母在一起 drum 对油 她就告诉你 妈妈、爸爸那天很开心 你有没有想过 原来一个人的真正满足腐足不是在外面 在哪里 在你内心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发觉你越来越有腐足 你因为找到真正的价值 我告诉你 有人觉得我越付出应该没理由越来越开心 应该越来越惨 不是的 你有没有留意到 一个妈妈当她儿子发烧的时候 担不担心 很担心 整晚都见儿子没有退烧 他怎么办 妈妈睡着一路换布 很多方法打电话 求救怎么办 洗澡什么都还不齐 一路去做 一路在 我们信耶稣 我们祝福神帮助我儿子退烧 整晚很累很累 到了一段时间 儿子的烧一退 妈妈怎么办 很开心 她很辛苦 你妈妈 整晚不睡觉 很开心 不是吧 你可不可以疲累 你知道她开心到的程度是怎样的吗 有些妈妈 她开心到 老板 老板出粮给你 今天出粮给你 也没那么开心 儿子退烧 她还开心 喂 臭儿子没有人工拿的 没有人工给你 还要付出 为什么你会开心 好像与这个财主 想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想着吃喝玩乐才会开心的嘛 怎么知道原来做妈妈 看见儿子退烧 他也很开心 因为他觉得 他爱他儿子 我能保护他儿子 我人生 有爱的时候 我有价值 人生就是这样 你预为 你预为 那些是重要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去侍奉 你去爱神的时候 爱人的时候 这个才是迹转真正的财宝 才是永恒不绝的东西 你现在要拿的那些是假的东西 好 我们再看第三样东西 怎样令到一个人可以腐足 很简单的 原来就是什么 努力杀种 收割封城 原来一个人在神面前可以腐足是怎样的 努力传福音 随时去帮助人认识耶稣基督 这样也令到你在神面前腐足 咦 怎样令到你在神面前腐足 不是吧 哇 走路走 走去找去 还被他散开了 咦 你试过没有 阿里传道 不过我试了很多 有时甚至给一张纸 都没开到门 给一张纸的人 他会怎样 我是基督徒 我想祝福你 给一张单张 很快速地扮起那门 差点一只手指 幸好没有进去 不然手指也可能断了 但是我发觉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有一种动力 一个人腐足是怎样的 他看到别人的不足 一个腐足的人 他才看到别人的困难 你自己很困难的时候 你也看到别人的困难 但是你自己满足的时候 你会看到 哎呀 为什么那个人 拿不到耶稣记录这么惨 哎呀 这个人为什么 哎呀 拿不到神最好的 因为你有神 你里面满足 所以你看到别人的惨 所以一个人在神面前附足的人 他就会自动去传福音 关心别人的 自动的 我在阿根廷有一件事 我做的事很少 有人问 李传道 阿德传道 你在阿根廷做什么 我说我做了很少的事 没什么做事 咦 我们猜你了 你没什么做事 那不是玩事啊 你有问题啊 哇 听炒你了 我真的做不到什么 是我去港道 我可以做的事 不过我发觉 我用大部分时间 你猜做什么呢 除了教会看着工程 大部分时间就是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由我住的餐厅 走回教会 又走回我的餐厅 又走附近的商铺 走来走去 蛤 你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啊 不是吧 那你不是搞笑呀 阿德传道 蛤 一个人在神面前富足 不是再像我们的想法 我多存钱 我吃阿满肉就可以了 我走来走去 因为我很想认识那些人 那些人呢 你第一次跟他聊天 他坐着也不坐你 哇 甚至他的眼光望你 好像觉得你是 哇 是什么人 这个人会不会你有事搞啊 搞事啊 哇 很多事啊 那我一路 好 我介绍我自己是传道人 好 给他打个招呼 那就走 然后呢 去的士兵嘛 怕的嘛 那我每次怎样 走啊 走过 Hello 那就走了 下班 Hello 好吗 那就走了 然后过两天就走去 买一瓶食物 去开店 我说买点食物 李贵星啊 哦 他才告诉我食物 哦 黄先生啊 郭先生 好 我去召唬 好 那就走 又不跟他说福音 因为他不知道你是谁 每天就走来走去 就这样打招呼 十几二十次之后才说 啊 啊 这位李先生 为什么你经常走来走去 哦 机会来了 哈哈 我就说 我其实是传道人 我介绍过那些卡片 我来这里就希望可以 有人信耶稣 咯 有位朋友听完之后 他觉得怎么样 你是不是有问题呢 他说我们阿根廷的人 六成七成人大部分在想 加拿大 李阿根廷是什么 是一个乐园来的 你不是吧 你在加拿大乐园走来这里 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呀 有一个人跟我说 李先生 你来到怎么生存呀 你怎么生存呀 你怎么生存呀 他问回我 我说 行啊 我说神叫我来 他也让我生存的 不用害怕啊 啊 你家人呢 在加拿大 啊 他说你不是这么搞笑嘛 你那边好吃好住 走来这里 你不是真的玩东西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他觉得是这样的 不过我每一次看到他们没有得着神的平安 没有得着神的喜乐 我为他们担忧 每一次我就很开心地跟他们说 OK 你快信耶稣 学了几次之后 那个人就拿了一瓶水给我喝 他见到我有流汗 我打算买水 我打算买一瓶水 不用了 你传道 我给你 我说不好意思 你当朋友就要喝 我说好 喝 原来人有一种感情 当你去传福的时候 一瓶水都可以满足你 一瓶水都可以满足你 不是很多钱请你吃铺飞才可以满足 原来那瓶水令到我满足 因为里面代表了神的爱 人的爱 我们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付出的 走来走去做 好像他们说 不是吧 没什么意思 但是你在神面前却是腐足 大家没有想过 我们可以去阿根廷短孙 近一点我们去哪里 你要去Brunswick 刚才朱全道就是为他祷告 那里不够人手 都很远 李传道 不要紧 安省 Fred说的 大把小镇 你有没有试过去探望他们 我在这里附近过两个小镇 有很多店铺 就去探望他们 李传道说不懂駕駛 駕駛过几两个小镇 去不了 不要紧 我们还有什么呢? 还有仪康 仪康那里有很多老人家一起去玩 一起去探望他们 蛤? 我没有空 那怎么办? 那你就回来这里 和你左轮右里说 回来教会 大家相信耶稣 甚至我们有机会的 星期五现在 我们都在做阿罗比 你知道吗? 跳一下健康舞 有弟兄姊妹 有姊妹们 我们可以约他回来做 然后向他传福音 你以为你现在做的事没有意思吗? 你去探望仪康 他虽然记不了你 但是你记得他 你将回到天家神说 你做得很好 你做的事很有意思 你回到主要学 蛤? 回到主要学也有意思? 对了 你回去 你认识到神的道的时候 老师又开心 你又开心 一起去吧 真正的满足 不是你自己 哦 完了聚会 我们一起想想 大把钱 大把东西吃喝玩乐 不是 当我们去想想 真正的满足在哪里 你要爱的是什么? 在神面前的附足 还是好像以前 拾了粒的那间旅行社 我只是要 吃得什么? 照职 住得舒适? 或者有一句说话 我希望大家能够去 好好地有机会 我们看最后一章 我们可以在主里面 真正的附足 我们要摆脱我们的无知 职财宝在天 努力的传福音 这些才是令到你附足的 那些东西 吃一吃你不想吃的 住一住 我感受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你叫他住三千尺的屋 他越来越害怕 真的 住一住 他们不想住的 三千尺的屋 哇! 阿妈 阿爸 我给一间三千尺的屋 到他七八十岁很害怕 三千尺? 你一跟他说 我想他脚缘的 哇! 住得舒适 但是我 服侍一间屋 不是一间屋 服侍我 我服侍一间屋 搞不定 反过来 当我们的人生价值变了 我们的时候 我们今天 求神 更新我们的灵命 我们的价值观 不要再这么看 我们要拿真正的腹竹 摆脱这些无知 那些是搞笑的 真正的开心 可能别人给你一支水 也很开心的 可能是一餐饱 还减肥 但是最重要的是 那人认识到你 也认识到福音 他里面有一种满足 希望大家能够得着这种东西 有八个字 我送给大家 活得丰盛 信得真正 希望大家不要想着 食得招职 住得舒适 我们要想一下 活得丰盛 信得真正 当你知道自己信的是真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害怕 你就不满足了 好 我们一起低头去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的说话里面满有亮光 主下就求你 帮助我们众大兄之母的心 我们真是在你面前附足 不是再靠我们自己 而是靠着主你自己 我求你在里面 带领我们一生 让我们都满有主的喜乐 真正丰盛的生命 在神的角度里面 在你自己里面 主下让我们放弃 摆脱无知 进入你自己的风性里面 进入你自己的真正的附足里面 主下求你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某一个 我这条交托 那是奉主耶稣的得圣灵以求 阿们 我们多谢你全道的教导提醒 让我们都要学习去谨慎自守 不要做个无知的人 即财宝在天上 将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 因为在神的手中 才有真正的满足快乐 你带领你带领 我不要做 你带领 感谢观看